我們今天要帶領現場所有與味的隊員們 一起來重新定義到底什麼是新鮮的空氣 不過在了解什麼新鮮的空氣之前 我們要先認識到什麼是張燈 什麼是空氣忽然 當然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到專家來到現場 為各位解惑 我們今天要人可以特別邀請到 前台灣巨產會教學會的理事長 智康厚禮專科診所的院長 黃醫師 來到我們的當中 掌聲來歡迎醫師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掌聲黃醫師 歡迎醫師來到當中 其實主要是我 剛剛我非常有講到 很多朋友進來院裡 我們叫空氣忽視 所以空氣忽視的問題 常常我們出門的時候呢 早上已經不及時看要不要戴外套 要不要戴雨傘 還要看要不要戴口罩 好 是 其實空氣忽視的預報 現在已經做得很好了 大家也可以直接下載手機APT 好 那我想大家在座 各位有些很多是爸爸媽媽 給我小朋友在現場 那都知道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瞭解一下 目前空氣忽視對我的生物 到底會有哪一些的影響 好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環保署的數據呢 顯示這十年來 其實呢 六項主要的空氣忽視的能夠 都有下降的趨勢 好 那哪個六項呢 大家知道嗎 好 就是我們平常在看 空氣的指標 其實裡面會有一項是PM2 另外有一項加在一起的 PM2的指標 裡面是PM15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以及臭氧 好 那這兩個主要的指標 所以你平常看到的 紅玉皇就是這兩個分開的 那其實呢 他的報告是說 這十年來就慢慢的在下降 可是呢 其實如果大家自己是 身邊的觀察 或者是這樣有時候沒有等 你會發現其實 現在只要空氣不好 其實我們不覺得 那些症狀就會增加 反而我覺得身邊 因為空氣忽然而不舒服的人 你其實有大大的增加 好 那為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指標 只有這個影響 可是其實還有其他 對我們自己有很大的影響 那另外呢 當中PM2的影響很重要 根據打溫修的調查 空氣當中呢 PM2的濃度 只要每增加10微米 和二方公尺 對人體就會增加 百分之倍的死亡率風險 好 那哪一些人影響會更大呢 孩童 老人 慢性的心血滑降疾病 呼吸到疾病的人 那我們講到負民族群 其實大家都覺得 現在隨著很多人來 其實負民的人越來越多 可是大家有個概念知道說 台灣現在 負民族群的負民燈火 大概有多少啊 很難想像的行動高哦 以氣喘來講 每五個小孩 每五個血統就有一個 是有氣喘 那負民族群的就更發張的 優惡成 好 那其實這些人 更容易會受到 風氣污染的影響 而造成進化的話 所以值得我們 要多加做實質 所以在這間這個空 比如說這個 TN2.5啊 然後會是TN10啊 到底是什麼 TN1呢 這些都是屬於 一個微粒 就像我們剛剛一直講的 有一些指標 TN10 TN2.5 那代表的是 這些屬於微粒的大小 那所謂的 TN10呢 它可能就是 空氣裡面這個微粒 是小於10微米以下 就比10微米小的 這個叫做TN10 那TN2.5 就是比2.5微米還要小的 所以可以理解就是 TN10 TN2.5 那一般來說呢 TN10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呼吸道 進到我們的直氣管 對我們的呼吸道造成影響 好 那TN2.5的話 它影響才更大 因為它可以直接 深入到背靠 甚至背靠裡面的微血管 那像TN1 它其實可以直接穿透到身體裡面 直接到我們的血液訊法 對我們的身體有很大的影響 造成很大的慢性發炎 所以 大家都會以為 好像比較大的影響比較大 事實上 你10微米大 然後被你的影響肚殼在外面 10以下的進到我們的氣道 但是2.5以下 會直接進到身體裡面 這影響是更大的 去玩錯無口無辱 我們的身體是沒有辦法去體育它的 是 直接穿進去 影響很大 天啊 好驚人喔 所以呢 我們都會想說 欸那外面空氣這麼差 那我們就在室內好了是不是 好 可是呢 其實要給大家看你的數據 空氣不好的時候 我們請地門窗待在室內 真的會比較安全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很多環境保護署的料夾 解釋呢 室內污染物的含量 可以比室外高出入備 因為不只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因為室內排包含了 你可能會有清潔劑 你可能會有炒菜的油煙 你可能會有些燻香 那另外你可能會有人收煙 這些造成的 會發現有機化合物 以及以裝潢的這些建材 放出來的夾缺 以及一些其他的揮發物質 這個都會對人口上的影響 那國外做準備 那台灣的報告呢 其實大家都覺得 欸好像應該室內比較安靜吧 沒有喔 你在排到工會室的調查 他們訪問了二十幾個家庭 然後他對照 人外帶的那些環境學的報告來看 有五成的受割者 他們的家裡 TM-20%的能度 視體環境環境所標準要高 但另外我覺得很驚人的 是TM-1.1 那就是更微小的 TF-1.1 有高層達九層民眾 他家裡的TM-0的能度 比人聲超雜的視力也市更高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欸 其實室內沒有抓那個農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要在在爆紅燈的時候 你待在室內 其實不只是待在室內就好了 其實你要待在室內 你要讓你家裡的空氣 是一個維持一個很清新 安靜的一個狀況吧 其實會建議要選擇 一個有收入的空氣心機 這個才可以保護你的健康 是 其實我覺得 建議所帶來的資訊是非常的驚人 而且大家一定要好好留意的 在家裡面的空氣不一定比較乾淨 對不對 而且 剛剛我們有講到說 如果是念二點的話 我們自己就沒有辦法體育 像是很多的朋友家裡面是怕寶寶啊 會過敏 或者是甚至有自己心愛的寵物喔 那我們的寵物 其實他們也都會受到這樣 這樣空氣的汙染嗎 對 就是從老到小都會受到 從老到小 你家任何一個寶貝都會 有被這個空氣汙染所影響到 那所以醫師就有帶來說 我們這個要有效的空氣清淨機 但是什麼叫做有效 什麼樣的空氣清淨機可以保護我們 從老到小 保護我們家裡面每一個寶貝的呢 其實大家在座 我想在座很多人是專家 因為他們跟我們說 這一場很多的三次覆客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說 我們在選擇空氣清淨機的時候 不要讓我們要使用的定數 以及空氣清淨機出動量的大小 那在這個之外呢 其實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室內除了我們講的室外的那些 存活力之外 它還有很多 其他的像我講有計畫啊 有計畫啊 有計畫啊 以及一些室內的動員 那如果說我們的空氣清淨機 它同時可以幫我們做即時測測 而自己打開的話 其實這個是有相當重要的一個功能 因為這些東西一定是看不見 也沒有經過Sensor 不知道你現在家裡的環境是主格 就像現在我們問大家說 我們現在在的環境好嗎 我想還是不錯啦 因為現在很多空氣清淨機在是重 那看不見對不對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重要的 那第二個呢 不要只看 它是可以除PM25 因為我們剛剛講 六大環境指標裡面 PSI跟PM20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它是不是可以去塗掉 加工其他的揮發性的滋放物 以及其他的過敏原 這個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空氣清淨機的出風口 但是我們注意 有個空氣清淨機 進氣跟出氣 它是在同一個方向 那這個就要考慮一個點 因為你進來的東西 當你出去趕緊的 那會不會帶你出去的時候 它會代表一些髒的 所以最好是可以單一的進出 然後出風口可以這樣滑 它才有要幫你把空氣送到 家裡的一個部分 而不會只局限在這個位置 這個也很重要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 我們都知道要交友燒的浴網 就像我們剛剛講 我們要過濾掉天2.5 基本上我們一定要選 一堂上的登機的浴網 那至於這個地堂浴網 它是怎麼放浴機 也很重要 你放平平的 一樣可以過濾沒有錯 但是你要換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拿起來 落成下來這個面積很大 有可能會造成二次的未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 空氣面積的浴網 是一個浴網 那如果它是一個質疑 甚至還有其他的 更有效率的方式 這個是你應該選擇的時候 也要做另外一個考慮 好就是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平效 平效 出風量 然後你看自己的外景 是不是喜歡的價格 之外 其實這幾個點 會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你才可以找到 有效率的空氣經濟經濟 就是有效率的空氣經濟經濟 應該要有這幾點 然後就是各位最了解 就是一分之外 另外呢其實 有了有效率的空氣經濟經 你要怎麼樣有效的使用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 對 大家直接會說 欸那我用運氣這麼差 那我是不是乾脆我24小時 我就把它不停開到最大公表 那能拿個第一個 這樣不完好 浪費電 而且呢你會很少 而且其實這樣的效率 運氣不會比較好 因為你可能有辦法使用的在家 所以會建議大家 有人帶的時候 把空氣經濟經濟打開 但是如果你不在家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家裡 有累積了很多的新東西 那是不是最好 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在你的家前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試空氣當中的程度 你可以一起把它打開 那這樣你回到家的一口空氣 就會是比較新鮮的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好風量呢 不要一直開那麼大 好 基本上你在前面 在大功量 維持讓它有在半小時內 完成感到三個循環之後呢 其實你家裡的一些 很嚴重的難度 就會像這個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開成小功量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外在的環境 空氣沒有很差的時候 你還是要至少 一個小時之後 你要打乾和霜 讓你的空氣是得到換氣的 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房子 關閉一整天 二次小時內 你訂到一個小時 就是讓室內外的空氣 是怎麼做 就是我們做那個換氣 這樣子你的空氣 才會合同 不然室內的營養膜 能不會太高 好 那第三個點就是 大家都會想說 欸空氣經濟機好 這樣會久 我是給它放到旁邊去 讓它偷偷的工作就好 可是一個重點 空氣經濟機 它是要幫助我們 把室內的空氣做一個換氣 所以事實上一個重點 擺在中間 你擺在旁邊的有效 因為你房子的中間 那四面八方的空氣 它可以幫你 比如說 當空氣進來 然後送桌好 空氣出去 所以我建議大家 擺中間 比擺在旁邊的好 那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欸空氣那麼高 你買的空氣 心情急不安心了 可是一個重點 這些濾網 它是也收你的 它幫你過日 如果時間到期就要快 那 那一定建議大家 要遵照這個出場的時候 它建議使用的時速 時間到要快 那如果更好 當然有Sensor 它會告訴你說 因為每個人家裡的空氣 當作程度其實是不一樣 那如果這台機器 它可以入動偵測 告訴你說 這一台差不多該快了 那空氣的時間到要快 掌握這幾點呢 你就可以超頻的使用空氣心情機 掌握這幾點 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空氣心情機 不是用奶油寶 好 那你要附對方式 所以醫師就特別講到 像是我們要提前的來開 那如果可以遠觀的話 最好 然後空洋的大到小 以及我們來放的位置 也是很重要的 以及呢 還有我們的濾網 你要記得來做更快 這些呢 無論是哪 一台重心的運氣 都其實呢 都一樣 都要注意的 那我們今天也不要給 一些華醫師喔 再給各位多多專業的知識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剛剛感謝華醫師在今天 跟各位來做這樣的分享 讓我們之後 在使用空氣心情機的時候 更會更知道 應該比較正常的來使用 但是它最好效能 那講到 最好的空氣心情機 或是有效的空氣心情機 那我們今天Dyson就邀請了 各位好朋友們 一起來到現場來分享 我們最新的科技研發 也就是Dyson Pure4的 Oh Pure4的 一個智慧空氣心情機 而在今天呢 我們也特別邀請 從國外遠道而來的 Dyson東北亞區的 環境監控工程師 滿大當中 跟各位都有分享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邀請 OLED來到現場 對各位來聽話 OLED 謝謝大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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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叫Owen 我是Dyson 東北亞區環境工程監測工程師 歡迎來到我們新的 Dyson Pure4的 Purify 首先 我的嘉賓們 在今天特別來到 我們Dyson 智慧空氣心情機的 發表現場 我們是很棒的 我們在做的工作 在幫助教育員 在台灣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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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講到我們有跟台灣的肉食園座合作 但是過去的九個月我們把我們的新機器放在一些台灣的肉質裡面 我們很期待跟你們分享更多的資訊 所以我們稍後也會把這些數據來跟會議們做影響 對於Gyson來說 我們是要帶各位有一個乾淨的居家環境 更包括我們每天所蒐集到的空氣 在過去三年我們Dyson就跨足到了空氣心靜的這個研究領域裡面 並且呢在過去二十五年剛剛其實我們致力於在各種的科技上面還有研究上面都發展 其中的研究就包括了像是空氣的過濾啦還有氣流等等 我們不但呢幫助各位能夠把家裡面的一些微塵清除乾淨之外 也更帶來一些非常好用的科技產品 包括了像是一個衛生且快速的乾手機 在我們Dyson的科技園座裡面呢 更有所做的微生物實驗室 今天呢我們就要馬上的來跟各位介紹這一款全新的Dyson Air Force智慧空氣清淨機 所以當中的濾溫 我們都會讓它變化 然後就變化 講到這個空氣的忽然 我們Dyson要幫助各位把所有看不到的髒屋變成看得見了 不僅如此呢我們更要幫助嘉賓們呢 利用我們的同家科技改善環境當中的每一次的空氣 新的機器都會有很準確地去使用 新的製作方法 我們要再來一個創新的研究發展 我們會帶來一個創新的研究發展 這一造發展的是一個非常敏銳的改善器 它可以改善到比我們頭髮還要細小的300倍的微塵 我們要去除業界的 standards 去研究新的方法 能夠透露實驗化的真正的房子 但有很多時間在研究的研究 那針對這樣的一個感應呢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的產品 是要用在居家環境裡面的 所以我們也對居家環境做了本身的研究 像這樣的研究其實是 我們在科技上面非常大的 Dyson 也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權利 應該要獲得還有呼吸到清新的衝擊 那大家來想一下 就是我們平常在吃東西的時候 都不喜歡吃到五大東西嗎 不管是食物啦或是飲料啦 都希望是乾淨的沒有任何的細菌 但是你有想過我們呼吸的空氣是如此嗎 我們好像其實對於吸進去的空氣 並沒有這麼多美的研究 而在我們這個研究的研究 日常的生活當中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室內的環境 但是它可以說是在室內環境這個乾淨嗎 現在世界環境裡有很多是我們入面所看不到的微塵 空氣污染呢對於全世界來說 都是現在的非常重要的議題 然後它可以影響到全世界的許多的室內環境 那空氣污染的物質呢 像是這個污染物質 就包括圍塵啦 隔壁啦 發門等等的 而在我們家裡面 會有更多我們看不到剛剛講到的一些微塵 而且更可怕的是 因為我們現在會有比較節能嘛 常常開了冷氣 開了空調或是晚氣 都要把窗戶把門都緊閉起來 這些這樣空氣它是一直循環 在家裡面不會出去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旅程去解釋空氣污染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致力於 來了解這些空氣污染所帶出來的問題 還有我們住家環境所使用的一個Square 所以我們的研究者發現 一些室內環境可以大約27m2 首先呢我們先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人 平均家裡面的客廳 我們的起居室的大小呢 差不多是8.20 我們想好讓機器去工作 過去可以用來重用 室內內的平坡 我們要讓我們機器能夠有效的 室內地運作 並且在室內的同時 他再要知道 在我們環境裡面 到底有多少的章屋 了解到的章屋之外 我們要有很棒的氣流被燈技術 好讓我們的該機空氣能 摔 día到每一個角落 所以,如果一台好的空氣機密機的話,它必須是要有實惠的 如果一台空氣機密機它沒有實惠的話 它不能感應到到底我們環境裡面,但還是不招 它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即時的回應的話 其實這台空氣機我們可以說它是無效的機器 所以,這台空氣機密機可以自動地針對空氣當中的各種微粒、氣體 在這台機器裡面,它有三個非常智慧的感應器 所以,它可以用同時的機器做 第一個偵測器呢,它是雷射的感應偵測器 它可以感應到微小顆粒 第二個感應器呢,它是全新的感應器 所以,它可以感應到在我們居家環境裡面 各種的揮發性的有機化合物質 這裡面更帶入我們Dyson的獨家演算法 它可以非常智慧,有效的來感應我們空氣當中所有的氣體 那在我們的氣體裡面呢,其實最常看到的就分別像是氧化氣體 那這些氧化氣體呢,最常遇到的就是二氧化 但大家可能也都非常有時候能想 因為在我們的油漆啦,或是室內外,其實都會遇到的 那在我們的機器裡面,還有第三個感應器 這個感應器呢,它是可以感應到溫度還有濕度的 那另外呢,在我們現在的機器裡面 這一次就設置了一個LCD的顯示牙 這個顯示牙呢,就是我們剛剛所稱的 讓各位呢,把看不見的東西變成看不見 所以我們會拿到我們的器材料很複雜的資訊 讓你們很容易理解 我們這些非常複雜的科技呢 我們就透過了這個簡單明瞭的LCD顯示牙呢 帶給大家,讓各位知道我們現在的空氣狀態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右手邊 下面這個圓圓的圖畫呢 它其實是表示在前12秒鐘 我們的空氣狀態是如何的 所以當一個漏龍獸分子 我們可以看到的 蜜魚居然會不會顯示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的 我們會來顯示 雖然的有害固域,或是溫度依然是 那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那就是PM2.5 我們也可以分享的particle count 那我們當然也有微幣的大小也都會微幣會出現 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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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剛剛講到的各種化蛋 或是各種花粉 它都可以出現出來 OK 所以在參加我們的椅子 我們有工作與世界上的空派工藝術師 在London King's College 還有Piquing University 在梅西亞 那波德爾讓我們的改革器 它叫的是非常厲害 且具有指標性的 所以我們就跟英國相當著名的 倫敦國王大學 國王學院 以及中國的北京大學的世界頂尖 空氣品質專家來做合作 所以我們有工作用來抵抗我們的椅子 和我們的工藝術師 對他們的監獄 那我們所帶出來的這個時候 各項的改革器 就會放在這些實驗室當中 這製造我們 會把這些實驗室也會把這些數據 再回報給我們的Dyson 那我們這些改革器到底怎麼樣來做實驗呢 我們就放特別放在北京還放在倫敦 三十台的改革器 並且呢放置了六個月 和包括三個季節 在這三個季節裡面呢 當然就包括像是 像是當空氣有家屋 或是非常熱 非常濕 非常冷 不同的一個狀況 這製造我們 5億元的數據 調查 這製造我們 5億元的數據 能夠使用最好的 調查 通過這樣的實驗 我們都獲得了50億的資料 讓我們的感情 能夠更加的進展 這製造我們 這製造我們 能夠給我們消費的 資料 對 問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樣的實驗 還有這樣的精神 這代表我們要帶給消費者 最精準的數字 所以這製造我們 這製造我們這台機器 告訴你現在的空氣平直是乾淨的 請你安心的 放心的大火呼吸 因為現在的空氣 它絕對就是乾淨的 那當然我們不只要來感應 現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空氣平直是如何 這次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就是把髒污捕捉起來 好 再為各位來拆解 在我們裡面的濾網狀態 那我們也重新的來改變 我們的濾網設計 全部各位所見的 在這 顏目也看得到的濾網的改變之外 其實裡面有很多化學還有化學 還有化學的研究在當中 我們會帶來比前一代 多1.6倍的硬碗的纖維 以及加強3倍的火星炭 我們會加強3倍的硬碗 加強3倍的硬碗 加強3倍的硬碗 那這個被Owen 他的右手拿到 在黑黑的就是 柏性炭的濾網 所以我們有9米的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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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讓我們有99.95% 這個藥物可以帶出來有效捕捉0.1微米的污染物 而且是可以吸入掉99.95%的藥物 這樣的藥物就包括了像是花粉啊 屁股啊 甚至是梅菊啊等等的 Dyson Fultures and Media Industry Standards of the M1822 and H30A Fultures Class 那我們帶來的濾網就是達到的領域的最高標準呢 分別的是1N182207 它是11A的濾網等級 但我們並不會只把我們的科系停留在西湖濾網的這個圍塵當中 所以其實是硫碑可以吸入一些有害的氣體 其中就包括了像是二氧化氮啊 粉啊 或是甲醛 硫碑是非常濃郁的 非常濃郁 所以我們硫碑上面的碳晶體呢 它有相當多的孔以及表面是非常穩 所以它就可以吸入非常多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 有無或是有害的氣體 In addition, we added a capital to this called Tris which enhances the carbon efficiency's ability to capture 此外呢,在我們這個火星塵上面還附加了一個東西叫做 Tris Tris 的中文叫做進甲激安 激甲外 So I have the media layer in our carbon layer work together in a two-stage filter but sit inside our machine in four parts 那我們就把這個分別是FITA的濾網 還有我們的碳纖維的濾網 把它兩者結合然後放到我們的機器當中 就分別是四個不同的濾網 在我們機器裡的一座運作 So this gives you an easy to replace a compact filter system 能夠簡單好操作的緊密的結合在我們的機器當中 OK,so now we've also added a seal to all of our Fortix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那另外只能一點像我們的濾網 如果一旦把它關起來以後 它是一個真空秘密的狀態 這樣的狀態有什麼好處呢 所有的交路近距離的話不會再跑出來 By having a Fortix Stealth system No way can escape and no way can get around the Fortix 那所以直接交通一下裡面的話 它就無處可疑 就完全把它捕捉起來 那我們呢 致力於捕捉在空氣裡面的所有的軌程 讓環境都不要超過 So now machine has set the pollution and captured it but this is still hot enough 那我們現在呢 一來剛剛也講到我改激氣 所以改變真正的環境裡面的商務 二來我們做出了一個反應的捕捉 但對待事來說 我們也還不滿足 這樣還不夠 接下來還有新的內容 要跟各位分享 to ensure our machine to do things properly we need powerful air projection to reach out to every corner of the room 清乾淨的我們空氣當中的所有動力 然後接下來我們需要有乾淨的空氣 讓各位能夠呼吸 所以我們就帶來一個橋 而有一個氣流能夠送出來 讓各位給予吸到乾淨的空氣 S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some manufacturers the conventional air purifiers use a test method called CAVR or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to gauge their effectiveness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到 許多市面上一看到的空氣清淨機的品牌 他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叫做 CAVR 中文叫做清淨空氣輸出率 這個實驗方法是一個傳統的實驗方法 他們怎麼做實驗的呢 So this is conducted in a very small test table it's only 12 meter square 首先這些空氣清淨機的品牌 他們先把他們的機器 放在一個3.63匹的地理空間裡面 it has an extra fan to help circulate the air and only one sensor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in the air quality 那上面額外加了一個電風扇 能夠讓它的空氣是能夠溜通的 so what we found is it's been tested in a larger room these machines are only able to create clean bubble around themselves and she has quite high levels of pollution for the world 那除了有電風扇 還有一個感應器在中間 那所以顯示出來的數據呢 只有在空氣清淨機的周圍 形成一個乾淨空氣的氣泡 那如果你要離這個機器遠一點的話 那空氣可能就沒有乾淨了 so the Dyson products are designed to work in real homes so we go beyond the simple tests like the idea 我們Dyson能盡力於把我們的科技 身放在各位的居家環境裡面的 所以用最完全依照各位居家環境的狀態 來做一個全新的實驗 Supide Dyson engineers have created a new test called the Polar Test 我們的這個新的實驗叫做 Polar 實驗 so this chamber has a large living room size 27m squared and it has 8 sensors and it has more in each corner and an additional sensor from the center 首先我們加大了空間 剛剛呢這種傳扣的實驗就是3.5屏 那現在我們Dyson呢 變成了8.2屏的密閉室內空間 並且呢在這個周圍都放了8個不同的感應器 然後中間呢一個感應器 那總共加起來是9個感應器 可以來了解我們裡面的空氣體質 另外呢我們也不用添加任何額外的熱風扇 來讓裡面的空氣做循環 來讓裡面的空氣做循環 so from these data sensors the herbs detect passports which we mentioned before are 300 times more than that in the air 另外我們的這個9個感應器呢 它的感應器非常的靈敏 它可以感受到比我們的頭髮 還要少300倍的微塵 so we discover that only machines with strong circulation are able to properly clean a whole room 那我們這台機器呢 它可以有一個相當強而有力的循環風扇的功能 所以它可以呢有效的來淨化我們整個環境 so support to underst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an explain our plan as a purified plan 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來定義我們的機器 叫做一台空氣氫鏡機 那就是有效的空氣氫鏡機 so the new version of the air multiply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360, sorry 250 degree of oscillation allows us to deliver up to 290 pieces of air to every corner of the room 我們使用冷氣的被淨技術呢 還有350度的一個廣步順暢的旋轉 還有讓我們的機器可以呢 每秒鐘帶出來 兩百90公升的淨化空氣送到整個房間的任何個角度 so once the Dyson Purifying plan and the support of the chamber is clean our engineers take readings from every one of those nine measurements 那我們的工程師呢 就經過一個3D的檢測 來檢測我們這個房間呢 這每一個監測器、感應器 它所帶出來的樹脂都是一樣 都是乾淨的 so what we're looking for is to understand the dignities and cleanest part of the group 我們就把這個感應器裡面 原本在房間裡最張的還有最乾淨的地方 來做一個樹脂的比較 for good performance and uniformity and purification you should have a single reading sorry each reading should be as close to each other as possible 如果一台感應器它是要有效的話 它必須要在運作之後 我們的每一個感應器所帶出來的樹脂都應該是平均的 都不要要是乾淨的 OK so that means the water's a nice machine would force the rooms clean it really is clean 正大的樹脂表示了什麼呢 就表示各位如果一台我們上面 顯示了我們今天做一個運作之後 這個環境的空氣是乾淨的話 你就可以安心的相信它 我們可以大流入行 因為我們的空氣已經被清淨了 in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purification market in a sophisticated purified market 那中國呢其實可以說是空氣新經濟的一個非常大 相當成熟的一個市場 Our testment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to a new accreditation by China's leading air purifying test stations in Cherry 那我們就用這項測試 就被中國的頂尖進化測試機構 它叫做中國家用電氣標準 與技術產業 可以把它拿入來做使用 so China can recognize that there's a need for automatic intelligent velocity the human performance quality of our purification 那我們這項測試呢 就可以公認為呢 是一個空氣清淨機裡面 獨一無二的 而且相當頂尖的一個測試技術 and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leading this technological change 這讓我們男生非常的興奮 因為這可以說是我們DGLIN的這個業界 ok so without the Dyson purifying fan we now have two modes two fan modes 那我們這台機器呢 它有兩種不同的模式 要各位全天使用 we have focus fan mode and we have diffused fan mode 我們有個擴散模式 還有風扇模式 ok so in focus fan mode you get the whole room projection and you also get a very nice cooling effect of the sun 如果是風扇模式的話 大家在夏天的時候 就可以來做使用 有一個涼風吹出來 for cooler days though we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change this so we can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air flow from out the sides 那如果推進比較短的時候怎麼辦呢 可以改成擴散模式 我們的氣流呢 可以利用一個獨特的單次出動孔的方式出來 變成一個無涼風的進化工程 so this provides a more diffused air flow without cooling access 從一來呢 我們將可以追出一個更廣的氣流 同時呢 也可以降低一點空 對大家的影響 ok so inside the camera loop there is a fire mechanism which re-diverses the air out the sides 在我們的風扇環境結構裡面 有一個無刷引擎機做驅動的氣盤 and this is driven by a small step motor which allows you to split stretch automatically between these two modes 那裡面呢 還有一個擋板 它可以隨時的移動 來改變你出落口的一個方向 so this back up in the fuse mode roves forward block the front slot stending the air out the back and the sides 那如今來各位 在進化模式的時候呢 我們空氣就可以從45度角的方向 吹出來 because it's larger it is more diffused it slightly less noise it uses less energy 那我們的出風口呢 可以比較快 甚至吹到的範圍更廣 更可以降低各位在使用上的風率 還有能源 so our Dyson machine is reporting back to its linked app in real time 那我們的 Dyson 這一次還帶出來的一個 Dyson linked app 一個新的APP in able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那這個app呢 是可以幫各位來了解 我在室內環境的空間 空間還有室外空間 還有室外空間 又是如何 you have full control of your machine and you can also see how many hours you have left 甚至呢 你也可以監控到你 我的綠網所的時候 應該要更快 so you can see for yourself you have two very smiling machines 那陳如各位現在已經 所看到的我們還有兩樣 快不同的一個全新的機會 什麼的空氣心機 we have a time-purified power s designed to come the floor 一個是大象形的 大家可以放在地上 I mean our desk-purified power s designed for services and worktops 一個是多象形的 你可以按摩桌下 我們在打電話的時候 一起用 fansastic I hope you enjoyed this presentation there are a few damage we'd like to show you 非常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還有幾項的實際特色 要讓各位呢 能夠清晨的來感受一下 剛剛我們自己的這麼多的文字 我們直接打電話在對面前 邀請各位你們 可以跟Owen一起移動腳步 來到各位的左手邊的房間 我們一起來體驗 再次歷史 歷史 我們這邊有一個大區 讓各位可以欣賞 讓我們今天所帶來的 單位展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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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於我們這一次 新的空氣CVT 我們帶來三個 重大的內容 分別就是 感應 捕捉 還有擺出乾淨的空氣 所以我們第一個展示 這位各位帶來的是 智慧感應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把這些看物道很髒 變成看著真的呢 現在Owen的手上 打造了一個居家 常常會用到一些空空 所以我們只要輕輕一噴噪 其實我們的機器就會做改變咯 各位可以仔細看我們的LTD 一定是顯示 好 從原本是綠色的一條線 然後它的樹枝就往上跑 變成紅色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就看到 機器已經反映了 然後這會發生 然後這會發生 來發生 來發生 那我們的機器 就會很快的 自己吸收 天當空氣 然後並且 來做一些對應 那另外呢 我們會展示給各位看 到底現在的維力維成的數值 是多少 還有多大 那現在我跟機器在運作 不擔心很多家屋 還會帶出乾淨的東西 所以數值就會慢慢的下降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PM2.5的數值 已經在降低了 但是PM10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還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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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 它現在不同模式 所帶出來的數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現在不同模式 所帶出來的數值 我們還需要一點時針 讓它來繼續運作 然後把它整個空氣 變得更乾淨 那一旦我的機器呢 它能夠完全處理 到所有的大物 帶出新鮮空氣之後 它就會慢慢的稍作休息 遲到下一次 它又感受到大物的時候 就開始運作 所以廣告 那這區的話是改變區域 接下來下一區的話 要請你們能夠 換一個方向 來看到我們可以遇到大的氣勢 OK so the capturing of the jet needs you imagine just a slice of the living room 那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的客廳呢 然後當然會的這個長度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so we can try to simulate the pollution effect happ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我們在包吻那邊 會帶出氣體 來 ok so you can get to see that powerful effect and then it's creating a circulation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氣體呢 就被我們的機器 非常想要有 並且有效的吸過來 並且吸到機器裡面 然後我們在裡面 然後完全進到我們的機器 當中 那我在裡面其實已經噴了非常多高 濃酷的氣體喔 so what will happen is machine will very quickly capture the visible pollutants but those invisible pollutants will take a lot of this clear 值得一點的是呢 我們的這個機器 它現在捕捉到 是對肉眼所看到的 這一些白木白煙還有髒空氣 但是呢 等到我們會發現喔 如果我們現在肉眼看不到 整個氣勢好像是乾淨的狀態 機器它還是在運作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還有可能就是 我們肉眼太不見的髒 那我們的機器 還要繼續的進行運作 讓連看不見的髒 都要被氣勤乾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呢 在氣勢裡面這些氣體 其實已經慢慢消失了 但是我們機器所顯示出來的狀態 還是最高值紅色的一條線喔 那代表著呢 代表著呢 然後我們吸進去 但是它也要來吸附 所有的 看到它的細小牙蜜 那我們就再繼續讓它運作吧 這些看不到 看不到的東西 要繼續吸附起來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看看它的數值 現在要請你們可以跟我們一起 都交流到下一個時間 好 要請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屏風前 然後等一下捕捉到的畫面 也會臉比較清晰喔 用這個屏風是有意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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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機器其實它已經是調到最大的數量來進行空氣的進化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前面的屏風它是好不動深色的 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因為呢我們的這個空氣喔 它是往四面來做破散 對 所以這就是讓我們去維持一個屏風的狀態 但是沒有避免的反應 那這個狀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擴散模式 就是沒有彈充占核的冷風的狀態 那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眼前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我們的眼前呢 雖然機器是在運作 但並不會有任何的涼風吹到我們前面的屏風 那如果我們改成風扇模式的話呢 哇 我們的屏風現在呢 就有被 微風吹不過的冷靜機喔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它的氣氛 看過屏風就能看到氣氛的走向 所以按照這個能量的氣氛 我們可以把氣氛的氣氛放進去 然後把氣氛的氣氛放進去 那透過這個呢 我們也可以展示出來 這台機器它可以強而有吸氣色的髒汙 同時也能夠帶出乾淨的這個空氣 所以我們不只能夠吸氣色乾淨的這個空氣 所以我們不只能夠吸氣色乾淨的這個空氣 但是我們在太陽氣氛的夏天呢 我們不再可以吸氣色的空氣 更可以感受到舒服的涼風 很棒 OK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有最後一個展示區 要求各位可以進來的體驗 我們在往前移動有一個四台的展示機 OK 所以我們已經說了很多 SENS CAPTIONING THE PROJECT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到你 Dyson Link App 那我們剛剛有跟各位分享到 就是加氫氣 然後一種捕捉招物 可可把乾淨的空氣帶出來 接下來一種 Dyson 最新的 Dyson Link App 那我們這個大型有幾個 不同的優勢優點 不只可以看到 室內或是室外的空氣品質 你也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看到 在過去一個禮拜 你也可以去拿 你也可以來 用這個安盒來 操控整台機器 你可以來安排 你什麼時候 要使用這台機器 怎麼安排這兩個禮拜 如果各位剛好是外出 然後要回家之前 我們就可以直接打開這台 然後提前讓這台機器 開始運作 那你回家的時候 就可以吸到新鮮空氣了 那另外呢 我們這台APP 是直接 你現在才可以連接到公司 所以它是可以一直不斷的來做更新的 所以它是可以一直不斷的來做更新的 所以一旦呢 你擁有我們這個APP 還有擁有我們的機器的話 你都可以即時的擁有我們這次的 所有相關單線的資訊內容 OK, fantastic, thank you very much I really hope you enjoy your presentation 各位覺得超快 好,我們再回到剛剛看到的氣勢 就剛剛有說 我們要把那個APP 出現的來錯誤 我們說嘛 所以呢 這台機器它一直在做運轉 到底呢 我們走了一圈以後 這台機器所顯示的數值狀況又是什麼 我們再次回來 跟各位一起來見證一下 有這麼大的幅度 但有這麼大幅度 有這麼多的幅度 沒有這麼大幅度 我不會拍摘 我來拍摘 我們會拍摘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剛剛有游浴鋼墊的數值的話 最大值是999,但是現在已經降到323、316的狀態 所以他已經是有在做一個運作甚至數值降低的非常迅速 那當然是一個偶爾剛剛他已經按了非常非常多的黏液在裡面 這已經是完全超出我們平常在家裡面會發生的狀況 所以他需要一點時間來做運作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感謝各位們特別的LinLin 歡迎各位能夠親自的來操作 不管是我們剛剛的感應器啦 或者是我們的氣勢啦 就是剛剛的兩種的模式 都像我們的破綻模式 大家都可以親自的來欺騙或是補出畫面 歡迎各位特別的LinLin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我們是一個工作人員 我們非常樂意為各位的工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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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大家會就各位的辦公室 感謝各位的LinLin 謝謝